如果吊顶是十个版的 怎么来安装风扇灯呢 今天我们就来装一下 它这个顶已经有十多年的顶了 上面呢是 流线的这个地方有一点木板 它是其他地方呢是没有家的木板 如果是直接锁到木板上面的话 业主怕不安全 因为这个风扇也有30多斤 结果还是选择了打楼杆安装 这样的话肯定是比较稳一点的 它这个吊顶悬控呢 大概是50公分左右 我们把楼杆的尺寸连出来 大概要切多少 就是我们连好的尺寸上面再加拉抱螺丝的长度 稍微再加多个半公分就可以了 拉抱呢 我是用这种飞镖的平头拉抱 这样的话我打孔子是要打10里就可以了 如果你们选择用国标的话 那么你这个冲击撞头 你就要换成12里的 我这个撞头长度呢 是1米 是10里的撞头 现在呢 我们也要给他量一下 看我们要打多深 给他做一个记号 用电胶布啊 你如果不做记号的话 就怕你打太深了 因为你这么长的撞头 你完全是 感觉不到打了多深的 我们做了记号之后 想打多深 打到那个做记号为止啊 我们就可以停了 我们就是怕把老板给打穿了 不管是风扇灯还是吊灯 你如果遇到这种吊顶的啊 你觉得这个顶部不够稳 你的灯要重 那么你都可以用这种办法来给他装 一般来说几百斤是没有问题的 现在我们装好之后 就要对他这个眼啊 一般对这个眼是不好对的 咱们得用手机给他照一下 才能看得到他那个眼 然后就把鲁杆给他敲到天花顶部去啊 露一点鲁杆出来 再用黄师傅自制的这种家常套筒 拧抱他那个拉抱螺丝 同款家常套筒呢 左下角小黄车里面有啊 我最长的是做到90公分 也有50公分的 咱锁着两枚螺丝的时候锁到够紧就行了啊 力度刚刚好锁太紧的话 怕他会滑湿 然后在他的 里面再给他上两枚螺母顶在上面 这样两根螺杆预埋好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来装这个风扇灯的底架了 装上去给他锁两枚螺母 装上去的效果呢 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把这两边螺母给他锁起 然后给他测试一下他的承重力有多少 黄师傅的体重呢 是140斤 结果这样吊上去呢 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好 现在我们就把这个风扇灯给他挂上去 试一下 看一下他的整体效果怎么样 会不会摇晃 这个刚开的他有点小 等他 撞大一点看一下 我已经是开到了最高档了 你看这个撞速非常的高 这么快的 你看也是很稳的哦